既不排除北约派兵进入乌克兰参战之后,又传出马克龙准备派2000名法国军人进入乌克兰作战,尽管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大多数国家的指责,马克龙还是坚持派兵作战的强异观点,从哥派向鹰派转变太快的小马哥似乎是在作妖,这可能预示着小马是在酝酿大动作,而这个大动作或许还需要中国给予配合。 自马克龙发表了不排除北约派兵进入乌克兰之后,受到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北约成员国的否认和反对,其国内更是反对声一片,尽管如此,小马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,甚至于此后马克龙还声称,随着乌克兰危机演变,法国不排除未来介入俄乌冲突现场的可能性,而随之就是俄方披露获得的情报称, 法国已准备向乌克兰派遣一支军事特遣队,在初期阶段,这支部队的人数将达到约两千人,尽管法国政府方面人员给予了否定,可马克龙却对此位置可否,此前就推测马克龙是在与普京眼双黄,或许可信度不高,可目前看来似乎确实是如此, 给人的感觉是马克龙在酝酿一个大动作,对于马克龙进来突然的强硬立场,美国人似乎有些坐不住了, 先是由美国人指出,法国总统马克龙企图挑衅的对乌克兰派遣军队, 从而把美国拖进与俄罗斯的战斗,之后就是由美国议员表态,如果法国出兵,美国就退出北约,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,美国就应退出北约的观点,在乌克兰战争之前,法国是最积极斡旋俄乌矛盾的国家之一, 也与德国一道促成了明斯克协议,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战争,在乌克兰战争打响以后,作为欧盟军事大国的法国, 却成为了最不积极提供军援的国家之一,如今乌克兰战争临秋末晚的时候, 马克龙却来了精神,这让谁信呢?北约不派兵,法国就要派兵,这可能吗?这绝对不可能, 要不然日前马克龙也不会说,俄罗斯是对手不是敌人了,派兵进入乌克兰,远比给乌提供远程大杀器的危险的多,连大杀器都不敢给,弹劾派兵进入, 背后肯定别有用意,要派兵参战,那就是把俄当成敌人了,把俄当成敌人,这话也只有英国人之前说过, 不管马克龙是否真的要参战,有一点是真的,那就是乌克兰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, 北约不派兵很快就会以俄胜利而结束战争,输掉了这场代理人战争,欧洲也就基本上输掉了未来, 一边是美国控制者,另一边是俄罗斯威胁者,欧洲人就更没有安全感了,一开始我们就强调过, 马克龙这就是在将美国北约的军,尽管都想削弱拖垮俄罗斯,可一旦俄真的输掉了这场战争, 同样也就失去了未来,普京早就说过,如果俄不存在了,还要这个世界何用,因此战败了的俄罗斯可能更可怕, 既然这场战争俄注定了不会也不能赢,那就不如趁早结束这场已经失去意义的战争, 普京说过俄绝不会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,这就表明俄占领的土地就已经不属于乌克兰了, 打敌时间越长,俄得到的土地越多,还不如早日结束战争,战争是美国人拱火的结果, 可这会美国却突然要中断队伍提供军援,表面上看是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的斗争, 实际上是两党是在踢球扯皮,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无底洞在天已经失去了意义, 虽然拜登说是利用持久战来削弱俄罗斯,可实际上同时也是在借机加强对欧洲的控制, 拜登一直强调美欧团结紧密,实际上就是暗示欧盟必须服从美国战略, 这一点法国总统马克龙最清楚,而马克龙早在特朗普时期就强调欧盟要战略自主, 也早就说过北约已经是脑死亡,这会恐怕更希望北约死亡的更快,也就是解散北约, 马克龙的一大梦想是建立独立的欧盟军,这也得到了盟内不少国家的支持, 而要想建立欧洲军的前提,就是必须解散北约,解散北约, 一可以让欧洲战略自主,获取美国信赖,二可以建立独立的欧洲军, 以法国在盟内的地位,自然就是欧洲老大,这就是近来法的分裂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, 在马克龙看来,解散北约的时机已经到来,一个最有力的推动因素可能就是特朗普, 解散北约或退出北约,实际上最早是特朗普提出来的, 而前段时间特朗普也再一次抱怨北约对美国无用, 并强调凡是不增加军费的国家,美国就不保护, 上一任期特朗普与欧盟的关系就非常的紧张, 一年后他重新入主白宫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, 而在拜登上台后一直到现在,批评指责特朗普的国家领导人也实在是太多, 以他的性格是肯定会报复这些盟友国家的, 到那时北约的地位更加尴尬,存在的必要性也真的不大了, 这一点与马克龙倒是不谋而合, 美国要么率先垂饭带头坚定支持乌克兰, 要么干脆就抛弃乌克兰, 不能想着把这个烂摊子丢给欧盟不管, 北约要么能够真正在成为保卫欧洲安全的工具, 要么就彻底解散, 不能让美国通过北约控制欧洲, 尽管法国内部认为马克龙有些疯狂, 但要求退出北约的呼声, 在法国却高涨了, 这可能也是马克兰希望看到的局面, 总的来看, 马克龙近一段时间突然强硬, 实际上是在将美国北约的军, 当然也是在树立法国的威信, 显然是在为乌克兰停战做准备, 至少马克龙目前的态度会令乌克兰人感动, 当然这也是为了摆脱美国控制战略自主, 更可能意味着北约的解散, 那为何说马克龙需要中国的强力配合呢? 他自知此举会得罪美国, 也可能会引发欧盟内部的孤立, 中国未必是法国的靠山, 但却绝对是一个能支持法国不倒的重要合作伙伴, 马克龙是最坚定的拒绝在中美战队的国家领导人, 马克龙也一直坚持要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, 尽管中法之间有一些政治分歧, 但合作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, 在上个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, 王毅外长特意访问了法国, 并与马克龙会晤, 王毅外长当时就强调, 中方赞赏法方坚持独立自主, 愿共同做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力量, 同时也指出, 中方是欧洲为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级, 支持欧洲加强战略自主, 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, 中法在重大问题上立场相近, 我们愿同法方加强战略沟通, 形成更多共识, 加强团结合作, 展现大国担当, 发出强有力信号, 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, 更积极回应国际社会期待, 而马克龙也突出强调, 面对全球挑战, 法国坚持战略自主, 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, 共同维护和平稳定, 慕尼黑安全会议后, 中国就开启了第二轮乌克兰危机穿梭外交, 推动乌克兰危机的解决, 而小马哥也就开始了, 从鸽派向鹰派转变, 这或许不是巧合, 日前法方又透露, 在五月份中法领导人可能在巴黎会晤, 虽然没得到中方的证实, 可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年大庆的日子, 双方会晤的可能性极大, 法方为何急于会晤, 这表明需要进行有效的及时的战略沟通, 也就是需要中国的支持, 只要中方在经贸领域支持法国, 在乌克兰停战问题上立场坚定, 在未来停战后乌克兰重建, 以及欧洲安全秩序重建问题上, 支持法国就足矣, 重要的是中国能在俄方面前说上话, 总之马克龙是提升法国的地位, 在酝酿北约甚至是欧盟的内部改革大动作, 肯定会得罪美国, 而德英又站在美国一边, 马克龙必须拉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合作, 欧洲既然要独立自主, 那就总得有人在关键时刻站出来真必高呼, 在美国对乌克兰军援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时候, 马克龙以强者的姿态站出来, 显然是另有深意, 既然北约在乌克兰战争中无能为力, 那就不如解散, 既然北约保护不了欧洲, 那就不妨加速建立欧洲军, 既然要战略自主, 那就必须摆脱美国依赖, 要建立多级世界, 就必须与中国加强合作。